这一次拉网也就是这一趟外海两天两夜的最后一次拉网了 前面两个网的收获算是比较一般吧 虽然有一些大货 但是鱼货总体还是比较少 好在大网还是上了有一些的大货 要不然就基本完蛋 大网的收获是真的少啊 除了上了一些小剥皮之外 鱼货的鱼货很少 这一趟外海总体还是大黑毛比较多 哈喽大家我是哪尔打标哥 然后现在过去拉最后一个网了 也是这一次两天两夜的外海捕鱼最后一个网 最后一个网是小网 也就是看能不能拉多一些剥皮之类的吧 网也是慢慢的拉上来了 接下来就是鱼货多多了 剥皮还是会有的 现在天气比较暖和 剥皮都出来活动了 天是一黑啊 其他的鱼货也出来了 这是一条柠檬鱼啊 刚拉网啊 就三条剥皮跟一条柠檬鱼 但是小网的主角还是这个剥皮鱼啊 金鸽鱼一条啊 还是网上拉网的鱼货好一些啊 不过这种是潮水问题啊 潮水一到你不过去拉网又不行 放网捕鱼就是这样子啊 入月之后的鱼货始终还是比 入月前的鱼货多很多的 不过也是不要紧吧 总体也是这些剥皮比较多而已啊 不过这一趟的鱼货鱼也是上来了不少 鱼货好像是有风吹过来了 不是说明天下午才刮风吗 怎么现在就有风过来了 天气暴不准啊 来我们要加快速度拉网了 拉网往赶紧往回港啊 这边还是上了好几条尼蒙鱼上来啊 因为尼蒙鱼是群居动物啊 又是老虎又是尼蒙鱼的 等拉网往搞几条剥皮鱼煮面吃 好久没有吃过剥皮鱼煮面吃啊 味道应该还挺不错 想想我又深深的咽了一大口口水啊 老虎鱼一条啊 剥皮鱼数量还是挺多的 又上了两条剥皮鱼 但是这个网的鱼货好像也是不多啊 不像昨天网上的鱼网啊 我白天的时候又误示了一个海岛啊 然后下次继续用这6000米的鱼网 再去围岛放网啊 我还是觉得围岛放网是既好玩 鱼货又多是吧 我还来一些值钱货 虽然没有什么大红帮大龙虾的 但是鱼货也是非常的多 总比我们现在放的这些网好一些吧 这边也是连续的上了好几条小剥皮上来 而且现在的小剥皮是真的肥啊 看一下 真钓来的一条啊 这条真钓应该要八两到一斤了吧 不过还算是比较小的 毕竟最多也就是四五十块钱吧 这样子 这条小剥皮够大条啊 这种小剥皮一斤也是65 但是这一条就要达到七八两了 所以这么一条鱼就要几十块钱 价格是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趟的捕鱼还是尼蒙鱼比较多 小剥皮虽然也有一些 但是还是偏少 但是这边网也快拉完了 鱼货也是不是很多 而且没有值钱货上来啊 今天网上的网都是这样子的 今天网上的三个网就除了大网上了一些大货而已啊 能值点钱小网基本都是靠这些小剥皮 看能不能多一点钱而已啊 就这样网也就拉完了啊 也就尼蒙鱼跟小剥皮比较多 其他的鱼货都是比较少啊 最后一个网也是拉完了 最后一个网的收货就比较差啊 不仅没有值钱的鱼货啊 鱼货也是比较少 就尼蒙鱼多一些跟小剥皮多一些 其他鱼货都比较少啊 然后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 准备返航回去了 台湾海这边辛苦了两天两夜啊 人也是开始发累了 很紧访安回去啊 这一趟又要休息个一两天过风了 过来鱼排这边卖鱼啦 这一趟的鱼货也是不多 最值钱的一条鱼 有十条左右的这个半飞吧 还算是挺大条的 鱼货也是刚卖完 总共的鱼货卖了三千多块钱 就是这种黑毛鱼比较多 其他鱼都比较少 也没有特别之前的鱼货 然后现在准备回去洗澡睡觉了 好了 这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我是拿到标哥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